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决定拿出来说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官方的更新文档 版本10.4.3的新功能 第一项是支持了大江第二代雾无人机拍摄的 带Dlog设置的ProRes RAW文件 假如说你刚好有第二代雾无人机 又假如你刚好在用Final Card Pro X来做后期 那么这项更新可以说是值得令你兴奋的 原因是因为你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视频 因为有ProRes RAW 而且你的后期流程将会简化很多 下面这两项是更新了一些错误 我们先不管它 它还对软件进行了一些小的改进 但是官方并没有给出来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来说一下 是关于共享导出的 我们点击文件 共享导出文件 然后在设置这里 我们选择视频和音频 下面有一个视频编辑码器 我们点击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最上面这一条 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 这一项是与原文件相同 但是新的版本把它改成了来源 这个来源是来自于哪里呢 我们在创建项目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渲染 然后你选择编辑码器 如果我们改成Apple ProRes 422HQ 点击好 然后我们在文件导出 然后选择视频和音频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 来源就变成了Apple ProRes 422HQ 就是当时你的项目设置了什么样的编辑码器 这里的来源就会是什么编辑码器 我们怎么样合理的使用这个编辑码器呢 这个还是要看你处理什么样的视频 就是在前期拍摄的时候 使用的是什么样的编码器 比如说这是我用手机拍摄的一个视频 它的编码器是S.264 那么我们在设置的时候 就用ProRes 422HQ就可以了 因为太高的话也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假如你用的是一些高性能的摄影机 或者是连接了外置录机录制的一些 高编码的一些视频 比如说我之前用了Sony的FS5 连接了Atom的外置录机 然后录制了Apple ProRes 422HQ的视频 这个时候如果我处理这些视频 那么我们就选择422HQ 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一些损失 在这里我就直接选择422就可以了 我们点击好 然后我继续打开文件共享 导出文件 设置这里 我要讲的是 不管是新同学还是老同学 在设置视频编辑码器的时候 你只要记得这里的来源 和之前的与原文件相同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只不过苹果把它的名字给改掉了而已 其实苹果会经常改动一些小的东西 大家看到这个的时候不用困惑就可以了 这就是本期我们要讲的所有内容 感谢各位耐心看完这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且关注我新的微博冬古24 谢谢大家 我们过一天见 拜拜